马里亚纳海沟的十种神秘生物 万米深海的致命杀手 你见过几种 你见过在海底一万米生活的恐怖神秘生物吗 你见过牙齿比身体还要粗壮的恐怖海洋生物吗 马里亚纳海沟是世界上深度超过一万米 世界上一只最深的海沟 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是8848米 它的深度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出200多米 在这个身手不见五指 充满巨大压力的深海中到底生存着什么神秘生物 今天俗人带领大家盘点马里亚纳海沟最神秘的十种恐怖生物 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 长按点赞三秒 给俗人一个霸气的鼓励吧 第一种 哥布林莎 哥布林是欧洲民族中一种十分丑陋贪婪的鬼怪 用这样的名字来命名一种生物 可想而知这种生物究竟有多么的可怕 哥布林莎又叫欧式肩纬胶 有着可以随意自由伸缩的恶 因为它的全身皮肤呈现的是半透明状态 血液因此才在皮肤上显露出来 这让它的整个身体都是粉红的颜色 哥布林莎鱼的外形非常的奇特 身体长度大约在三米左右 扁平的形状 头部很窄 坚吻是它的特征 虽然看起来没有大鲨鱼一样强壮的身体 但是海底一种十分凶猛的劣势性动物 主要鱼类和投足类动物为食 在两百米的深水中 虽然它看不到 也听不到 但是可以在短短的几秒内 飞速地完成食物的捕猎 凶猛异常 第二种 咒腮沙 咒腮沙被称为是活化石 是保持着鲨鱼祖先最原始特征的一种生物种类 而且在经历上千年的野化中 没有改变形态 沙如其名 因为左右两侧各有六条腮脸 层层叠叠地呈现出荷叶边形状的褶皱 喜欢生活在海底一千五百米左右的海底 长着多达二十五排 共三百多根 像刺一样的锋利的尖牙 这样的牙齿 好像是专门为了进食而生的 只要是被它咬住的猎物 基本上很难逃脱 它的捕食能力和生殖能力非常的强悍 达到令人敬畏的程度 而且它的消化系统就像蛇一样 这样强化的消化系统 可以让它吞噬掉比身体大很多的猎物 然后猎物进入到胃部慢慢消化 成年的咒腮鱼体长达到两米 主要猎物以鱿鱼为主 也吃其他鱼类 甚至是就连鲨鱼也能捕食 第三种 幽灵� 你见过传说中的食食鬼吗 如果没有 那么来看看幽灵鲨吧 幽灵鲨 外表是和食食鬼非常枯似的生物种类 瞳孔散发着绿色的幽暗光芒 惨白的身体上充满裂痕 看起来就像是被针线缝合起来的科学怪人 看着和其他深海生物一样 都长得面不争鸣 特别是在捕猎时 张开的大嘴 十分的骇人 和鲨鱼 魔鬼鱼一样 幽灵鲨也是软骨鱼类的一种 全球大约有47种幽灵鲨 分布范围比较广泛 在世界温带海洋乃至寒冷的水中都有发现 喜欢深度2500米左右的深度 身体长度大约在2米之间 考古学者研究发现 这一物种已经存在上百万年 最早发现的幽灵鲨骨头化石样本 距今大约在3亿年前 它们生活的海底环境幽暗 食物匮乏 这让幽灵鲨在遇到猎物时很是凶猛 第四种 吸血鬼物贼鱼 吸血鬼物贼鱼 是一种远古时期的神秘海洋生物 不管你是否相信 最早的吸血鬼物贼鱼可以追溯到距今的8000万年前 这是真正存在的深海海洋生物 它的身体就像是透明胶状 长相十分的奇特 触角上长着像是钉子一样的恐怖牙齿 因此也被称为是幽灵烧 这些钉子形状的牙齿 也是它们自我保护的一种工具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钉子 在吸血物贼遇到危险时 这是十分重要的秘密武器 如果遇到危险 这些牙齿随着身体会向外翻转 遍布全身 然后它的整个身体被包裹在里面 想要咬伤它的敌人无从下口 虽然叫吸血鬼 但是 它不是真正的吸血生物 在海洋中主要吃浮游生物和动物腐烂的尸体 动物的粪便等细小的颗粒为食 是海洋中的垃圾处理机器 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吓了 第五种 望远镜章鱼 望远镜章鱼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十分奇特的名字 是因为它的眼睛构造 望远镜章鱼的眼睛 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有着管状眼睛的章鱼种类 这两根可以自由旋转 也可以自动伸缩的彩色管子就是望远镜章鱼的眼睛 这样的眼睛可以让它的视野非常的开口 让它能够在深海中发现更多的捕食者和猎物 想要看到这种望远镜章鱼必须要在海底2000米左右的海底 这种鱼全身几乎是透明的无色物体 有八只相同大小的手臂 手臂之间还有一层纤细的织带组织 这是它区别于其他章鱼的最大特点 它在海底附近喜欢垂直悬浮 喜欢漂流 这让很多捕食者都很难发现它们 也让它们像个深海幽灵一般 第六种尖牙鱼 尖牙鱼的名字听起来就有一些残酷的感觉 长相也是十分的恐怖害人 外表猙獰 面目可憎 这是来自深海海洋的生物 可以在深海5000米的地方自由生存 看到这种恐怖丑陋的面相 很多人估计吓一跳 硕大的深渊巨口 丑陋的外表 它们有着像是吸血鬼一样锋利的牙齿 这让它看起来好像要吞噬一切 因此也得到的食人墨鱼的称号 尖牙鱼真的像传说中这样恐怖吗 其实不然 它最大时身体长度不过在15厘米左右 也就是成年人手掌的大小 又生活在5000米的海域 所以对人类造不成危险 但是对于深海海洋生物就另说了 尖牙鱼的恶力惊人 在捕捉猎物时攻击力极强 甚至是会攻击远超自己的猎物为食 这样的牙齿可以一下直接贯穿动物的身体 防止猎物逃跑 第七种 安康鱼 安康鱼被人送了一个外号叫海魔 由此你可以联想一下它究竟有多可怕 如果你对琵琶鱼有一些了解 应该能清楚地知道 它们是地球上看起来像是噩梦中的鱼类 它张开的大嘴 满是锋利恐怖的牙齿 脑袋上可以伸展出奇怪的诱饵 安康鱼的头很大 身体扁平 看起来确实不怎么好看 研究发现它和河豚有着亲属关系 全球已知的安康鱼大概168种 主要生活在1500米的深海地带 这里漆黑一片身手不见五指 想在这样的深海找寻食物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 安康鱼自由自己的办法 它的头顶上是会发光的灯笼 可以吸引深海的生物靠近 在猎物还没反应过来时 安康鱼已经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将猎物火吞 因此安康鱼有着钓鱼能手的称号 第八种 小飞像章鱼 小飞像章鱼长得十分的奇怪 也有人认为它是深海中不太常见的可爱动物 我们已知的深海生物中大多多长得面目可憎 不是一口獠牙 就是血奔大口 十分的害人 但是小飞像章鱼不同 它的外表看起来是像会在水底飞舞的想象 身体像是两个巨大的钟 长着两个像是大象耳朵一样的鳍 也因此得名小飞像章鱼 它们通过手臂的鳍拍打着进行游动 虽然是章鱼的物种 却没有默闹 小飞像章鱼身体体长在20厘米左右 因为生活在深海中 身体会散发出一种特殊光线 这样的光线可以吸引一些小型假鞘类动物 然后通过身体产生的粘液网来将猎物粘住 看起来呆萌 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杀手 第九种 深海龙鱼 深海龙鱼是一种在深海各种深度都游刃有余的聚口鱼类 喜欢在深海2000米的深度中 深海龙鱼的身体最大的只有26厘米左右 长着可以随意伸缩的牙齿 面目可憎 整体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 它可以张开120度的大嘴巴 这让它可以捕捉比自己身体要大一倍不止的猎物为食 看到深海龙鱼就感觉它是从恐怖电影中走出来的恐怖物种 而且深海龙鱼的身体比较特殊的是 它还长着可以在深海发光的钓耳 这样的发光钓耳 让它在极度缺乏食物的深海中 可以获得很多猎物主动靠近 只要它来回晃动钓耳 就会有很多猎物主动靠近 这样它也获得足够多的食物 它最厉害的是不受水域的限制 身体可以自己调节压力 200米还是2000米都可以生活的很好 第十种 深海短吻狮子鱼 这种是可以在6000米到8000米深度海域生存的鱼类 也是8000米深度海域中极少数十分珍贵的生物鱼类 它也是在2014年才被深水补给器发现的8000米生物中唯一的物种 深海狮子鱼是有着特殊鱼类的适应能力 它们生活的环境非常恶劣 那里没有一丝光线 是距离地面几公里的极端压力 这样的压力相当于是被1600多头的大象压在身体上的力压 在如此压力环境中 狮子鱼可以自身调节压力很好的生存 虽然是鱼类 身体上却没有鱼类的鳞片 肌肉组织很薄 因为生活环境的原因 要么是近乎失明 要么是完全失明的状态 看起来像是透明的蝌蚪 虽然是一种 长得却并不可怕 你们还知道哪些深海的神秘生物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